大家好,很多花友在水培富贵族的时候呢,将这个富贵族修剪了,擦在水里面发现没多久啊,它就腐烂掉了 那么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使用这个方法来摘种富贵族啊 不仅不容易出现这个腐烂的现象,而且呢,水质还特别清澈,后期还能够猛爆根 这种方法就是半土半沙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半水培 那么我主要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呢,我这个沙呀,我是给它全部清洗干净了的 然后呢,再把它装进这个盆里面,在配置这个沙的时候呢,我还在里面加上了一点磨肥 为什么加磨肥呢,磨肥它这种肥呀,它有一个特性是在植株需要养分的时候才会释放养分 不需要养分呢,它不会释放养分,所以的话呢,不用担心它会有伤根的危险 因为它要等到植株发根,然后接收到根系之后呢,它才会释放养分的 而且也是不容易水的,比较适合呢,摻在盆土里面给植株补充养分使用 因为它不容易水,所以呢,也不会污染水质 然后呢,再说一下这个枝条的处理 这个枝条呢,我是给它用上这个宇宙多菌磷溶液全部浸泡了的 这样呢,起到一个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那么在栽种之后呢,就不容易腐烂 而且顶部我也用这个宇宙多菌磷呢,给它涂抹伤口了的 这样可以避免伤口感染,那么这个沙里面加上膜肥 然后呢,这个枝条我们也做过杀菌消毒处理了 就直接用在一个塑料杯里面直接扦插进去 然后呢,再加上水就可以了 但我这一个的话呢,已经种了大概有十来天的时间了 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发黑腐烂的情况 而且水质还特别清澈 我们呢,也不用给它换水 等到后面啊,这个水少了 我们再适量的给它加点水就可以了 所以呢,在水培富贵族的时候啊 大家也可以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不仅不容易腐烂 而且后期还能够爆非常多的根系出来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